大家好,大龙新建,所在位置就是青东陵 我身后就是乾隆的地宫 乾隆的地宫近身是54米 它是由九劝四门组成 看到这个位置是地宫的入口 但是我们知道这后边是哑巴院 这个隐蔽下方,正下方才是金刚墙的位置 所以说当我们走下去的时候 这个只是一个小木道而已 乾隆地宫非常大,九劝四门 九劝四门劝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拱形的叫做雀 我们看到正前方的两个柱子 这两个柱子是后期放的 为什么放两个柱子呢 是因为已经不是很结实了 毕竟是几百娘了 一共是九劝四门 最后一道门才是真正被孙变英所炸的门 咱们现在往里去 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就是金刚墙的所在地 金刚墙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去在清溪岭的时候 看到光绪的丛林 在这个位置有个道洞 道洞是怎么挖的呢 是从这个位置打下去 成一个U形绕过去 绕过金刚墙的位置 我们进来的时候会发现 右手边 大家记住了 右手边就是文殊菩萨 那么当然了 这边就是普贤菩萨 乾隆帝生前非常非常的细佛 也就是说藏传佛教 我们看一下 全都保护起来了 我们这个墙上看到的 这就是藏文 这种藏文当时 在这边上班禅 十世班禅和十一世班禅来的时候 都没有读懂 现在我们还没有破译 上面那个大点字呢 大家看到没有 大点那个字 那是繁稳 繁稳也是 没有破译 这个台子呢 放的都是香宝 什么意思呢 这边放译 这边放侧 大家记住了 这都是知识点 在第一道门上面 我看到了 一二三四五 这就是五方格 那么第一道门是文殊菩 那么第二道门是谁呢 对 这是观世音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第一道门文殊菩萨 第二道门观音和地藏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大字 大字没有 大字 就是繁文 小字 就是藏文 我们来到了最后一道门 我们看一下 左边呢 是月光菩萨 右边呢 是日光菩萨 乾隆的每一道门 都非常非常的讲究 现在我们看到了 正前面就是 乾隆皇帝的观果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乾隆皇帝这个画像 是取自太庙当中 那个画像画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周围 这里边一共有六巨观果 六巨观果都是谁的呢 乾隆和他两个皇后 还有他的三个妃子 我们看一下 苏家皇贵妃 赤敏皇贵妃 孝仪皇后 乾隆皇帝 孝贤皇后 慧贤皇贵妃 一共是六巨观 然后这边的石门 大家看一下 二十公分后的石门 这个就被孙天英当时炸开了 最后一道门炸开 炸开之后呢 发现乾隆皇帝的观果 也就是这具观果 当时是顶在这个位置 顶在这个位置 不让人把门打开 也是一件未解之谜吧 就是 当时炸的时候 乾隆皇帝的观果 也被炸坏了 东侧的石门呢 没有全被炸碎 但是两边的轴炸碎了 孝依皇后是谁呢 对 魏英禄 孝贤皇后是谁呢 对 傅查荣依 当时的所有的尸骨 都已经散落在外 因为乾隆是男性嘛 所以说他的骨头比较大一点 后来都找到了 唯独没找到一具尸骨 因为里面是六具尸骨嘛 缺少一具 缺少谁的呢 对 就是孝依皇后的 孝依皇后的尸骨在哪找的呢 大家记得点 在棺材盖底下找的 而且 我跟大家说一个知识点 孝依皇后的尸骨 是干尸 她没有腐烂 现在 这具干尸在哪呢 在乾隆帝的关锅里 其他几位的尸骨呢 也都在这个关锅里 这个就是顶关石 所以说当时很奇怪 为什么乾隆皇后的关锅 会下去把门顶住 因为有这个石头卡住四角 你看 他这边能看清楚 卡住四角 所以说是不可能下来 把这个门顶住的 所以孙天鹰最后炸开 炸开了之后 关切都炸碎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棺材 这个棺果是由几个炸碎的碎冠拼成一起 给大家讲一个小知识点吧 我们看到这里叫黄罗沙 对不对 古代帝王专用的 还有上面盖着这个小毯子 这个都是一个叫河深的后人来送的 知识点 乾隆一生啊 有41个老婆 能跟他葬在一起的就这么无为 你想一想 首先你得满足一个条件 你得死在乾隆的前面 对不对 第二就是乾隆生前特别疼爱 当溥仪啊 那时候听说 28年的时候 孙天鹰把他的祖坟倒了 很是生气 赶紧派人过来 把这个尸骨啊 收拾收拾 都放在了这个中间这个乾隆帝的关锅里 再把这个门都关闭 当第二次打开的时候 乾隆帝的关锅 又拖开那个顶关锅 又堵住门 这也是未解之谜 也说明乾隆这个人有情 用自己的身体 守护住他所有的这些爱人 行 那咱们乾隆帝宫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拜拜